我们经常会在网上看到 女孩背包搭车穷游西藏40天 88元走完穿藏线 我是女生 这些我一女青年写的西藏搭车游记里 会告诉大家 她遇到了多么善良的司机 多么善良的藏民 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 穿藏线2000多公里的路 搭车去西藏真的那么容易吗 作为一个穿藏线老司机 小编今天所告诉你 穿藏线上穷游搭车的真相 第一 现在大部分穷游者都搭不到车 很多人会问 既然你说大部分人都搭不到车 那网络上为什么那么多 关于穷游搭车的真实邮寄 那是因为 这些邮寄都是两三年前的事情了 我不否认 两三年前的穿藏线上 搭车很容易 那时候穷游的人也少 搭车走穿藏线这种方式 才刚刚游行 很多司机还是很愿意搭这些穷游者 但随着这两年越来越多的文艺青年 大量涌入穿藏线 徒步加搭车 在进藏的路上已经变得非常普遍 甚至可以说是泛滥了 人多了 碰到素质较低的游客也多 比如上车吃司机的 喝司机的 好像人家搭你是理所应当的一样 也出现过司机被搭车的抢劫过 等等等各种情况 所以导致现在很多人伸出大拇指 很多的司机已经不会停下来搭载了 第二 80%的司机都只会搭女生 穿藏线上有个像话讲 你在穿藏线上开车 一个火辣的美女和一个手持500块的男的 你会搭哪个 竟然有四五分之四的人选择了美女 为啥 司机说 开长途打瞌睡 男的上车我还瞌睡 美女上车我就不瞌睡 瞌睡瞌睡 万一翻车就没命了 你说命都没了要钱干啥 他这一下子 就把美女提高到了生命的高度 老司机们最讨厌的 就是一个美女在马路上拦车 停车后从沟里突然出现一个男的 说是他男朋友 第三 花几百块走穿藏线 根本不可能 很多文艺青年的邮寄里说 自己只花了几百块就到了拉萨 甚至还有某女文艺青年 发帖讲自己如何花88元 走完穿藏线的 作为一个穿藏线老司机 反正我是不信 就算你天天能搭到车 每天都吃泡面 住床位 走完穿藏线最少得花两千吧 扎西德勒 我是卓马 我们是专业做香港 澳门及海外华侨人士 到西藏旅游的旅行社 如果你想去西藏旅游的话 欢迎连续卓马 卓马的微信号是 T-byte 2030 3年 谢谢大家